光复乡大新村屋卡丐部落在活动中心举办新旧头目的交接典礼 老头目曾龙峰受阶级旗帜之外 也将勇士刀交接给新头目张欣雅 象征着信任头目能够铲除恶魔保护部落平安 而交接过程简单不失隆重 在部落干部的尖交下光复乡大青村 乌卡丐部落老头目曾龙峰将部落头目的棒子交给新任头目张欣雅 除了交付部落年龄阶纯旗帜 老头目曾龙峰也将这把头目大刀交给新头目张欣雅 象征着信任头目能铲除恶灵保护部落平安 过程简单却不是隆重 现在是要铲除恶魔 让这个乌卡丐部落年年都能够平安 年年都能够顺利 清旧部落头目交接可说是地方上的大事 光复乡长林清水闲抗力 光复出身的先议员蔡一静赖国祥两人 立委副昆旗光复服务处业家新主任 县府中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林荣路 各部落头目大新村长 吴荣李代表 光丰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等人 也都到场见证与亲和祝福 因为当头目其实很辛苦 一个月要开三次会议 真的要拨很多时间来关心我们部落人 那我们今天看到所有部落只有我们的 只有香草场昂的头目没有来 其他都到齐了 表示我们这一届的头目 真的真的很用心在关心我们各部落的文化传承 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他 部落推崇爱戴敬重有加的新头目张欣雅 也勇于承担肩负起部落的新使命 你们的需求统统就在我身上 让我跟我最努力的村长 我会跟他共同的一样的脚步 来对我们的部落 光复乡大新村相传最早为布农族居住地 最后为了躲避侵扰而搬离 只剩下一户称为吴嘎盖的人 后来阿美族迁驻该地 便以此为名建立部落 如今新中部落头目张欣雅走马上任 除了延续部落传统文化 也将积极开创吴嘎盖部落的新面向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还没有想到这种方式的方式的方式 我本来的提供 谢谢你